好,大家好,我是李澤邦 最近我喜歡做一個魔術 就是這樣的 會用到兩隻牌 就會是兩隻jack 一隻geijinjack 和一隻紅心jack 除了這兩隻jack之外 還需要用到一隻牌 這兩隻jack就會幫我找到 這隻葵仙10 當然 這個trick不單止用到一隻10 還需要另外一隻10 所以我會再次派這兩隻jack 幫他找到這隻 另外一隻10 究竟為什麼這兩隻jack的門移 找到兩隻10 是因為他們的真身 是另外那兩隻 10 這個時候問題是 究竟jack在哪裏 其實只要我切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這個時候我就可以找到 第一張jack 但不單止一隻 而是四隻jack 接下來我會用這四隻10 和這四隻jack 還有一個我自己很喜歡的效果 我會把這四隻10 放在這裏 或者一會才會用到 而這jack 我會用這jack 首先變成一個魔術 就是 只要我搖一搖 它就會像10 有一隻 反轉了 我們再搖多一次的話 這個時候會有第二隻 反轉了 只要我們再搖多一次 今次就會有第三隻 反轉了 你可以見到 三隻反轉了 今次我會做得很慢 最後一隻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們再搖一搖 這個時候 最後一隻 都會反轉 其實這些jack 和這些10 都很相似 因為他們會被自己的同類 所吸引 如果把一隻jack 放在這裏 把一隻10 放過來 其他的10 跟著那隻10 全走過來 而這邊 當然 就會有四隻jack jack 這一個就是一個10jack的魔術 Thank you